各位富邦人寿的贵宾大家好 我是雄狮旅行社国际领队许之云 今天就由我来替大家讲解 我们要前往澳洲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行程介绍 首先呢我们当天请您在九点半的时候 务必抵达我们第二航下中华航空的柜台 因为我们是晚上十一点半的飞机 所以麻烦各位九点半一定要到哦 然后呢另外呢当您抵达的时候 请您直接在柜台找寻您的领队 他会跟我一样穿着着红背心 若您是还是找不到麻烦您打个电话给他 那接下来呢就由我替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当天抵达之后的行程谢谢 亲爱的各位有没有看到第一天 也就是我们已经在飞机上了 麻烦各位您努力税用力税 认真税 因为当第二天抵达的时候 就是我们未来一连串的行程的开始 是没有时间让你先回饭店休息的哦 那第二天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已经飞敌雪离澳洲了哦 那我们会首先会带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市区观光啊 例如很著名的新南威尔斯艺术馆 培养一下气质 皇家植物园麦奎里夫人石屹 连一张石屹有什么好看的 现场才告诉你 那接下来去著名的海德公园 以及南半球第二大的圣玛丽教堂 那当然不能错过我们所谓的午餐 晚餐我们精心丰临安排所谓的雪梨港湾游船 加上晚上在船上用晚餐 西式晚餐 接下来第三天 第三天的话呢 就已经抵达到我们的 大家梦寐以求的五尾熊保护区 去到澳洲 没有看一下我们南半球特有的动物 就等于没有来到澳洲 那当然除了五尾熊以外 我们还有剪羊毛秀 剪羊毛秀之后呢 我要带各位您去最著名的 维多利亚女王购物中心 开始进行一连串的采购败夹 好不好 那晚上我们也不是随便吃吃 我们要上雪梨塔旋转餐厅 吃它的自助餐 边欣赏夜景 吃完夜景光看没有意义 我们还要去夜游雪梨 那品尝肉派啦 然后到对岸光掌夜景 然后车游所谓的同性链接 你知道每年的同性链大游行 是举世闻名的哦 那第四天很快的 我们来到雪梨 除了看市区之外 我们要带你到著名的 阑山国家公园 看看所谓的三姐妹 今天有没有上班 抵达之后呢 整个芬多金沐浴在森林底下 那接下来整个缆车 三种缆车都搭乘完之后 我们会前往奥林匹克公园 因为曾经在这里 举办奥林匹亚的比赛 接下来看完之后 我们去购物中心 继续促进经济繁荣 我们代表雪梨政府 感谢大家 然后很快的 很快的行程进入到第五天 第五天的话 动物也看了 社区观光也走了 森林域也做了 澳洲还有另外一项 著名的叫做葡萄酒 我们将带领大家去参观 所谓的猎人谷酒庄 然后骑马等等之类的 一连串的行程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丰富 很快的 接下来第六天 哇第六天 雪梨歌剧院 世界七大奇景 著名的 然后雪梨三宝 雪梨歌剧院 还有雪梨塔 还有雪梨大桥 你这几天都不可以错过它 那再去岩石区走走 很快的 我们就前往机场 短短的六天 行程即将就结束 看完行程介绍之后 有没有对澳洲 有一个很憧憬的 向往之类的呢 但这个都还没有 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重要 接下来就是要告诉各位 有关于我们的 食衣住行 以及行李该如何准备 澳洲天气如何 请听我说 谢谢 首先要提醒您的是 当您在出发之前 打包您的行李箱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 您一定要记得带 换洗衣物是不用说的 但是您另外还必须要准备 给您个人的盥洗用品 例如牙膏牙刷 然后女孩子 请准备所谓的润丝巾 因为现在响应环保 一般来讲 我们饭店只提供你 所谓的毛巾 我们不提供你牙膏跟牙刷的 那男士们麻烦您 个人的卫生用品 叫做刮胡刀 这类也请您自行准备 这个是我们跟东南亚旅游 一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再重复一次 牙膏牙刷 润丝巾刮刀 这边你都要自带 另外如果您有穿假脚拖的习惯 也请您自备 因为饭店里面的拖鞋 你知道都是那种白色的 一块布在上面的 就这样仅适合在房间里面 走动用的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你的换洗衣物该怎么准备 最主要的是 南半球的天气跟北半球的 是完全不一样 六月份已经热到五月五日 在台湾 那在我们澳洲 正好相反 刚好进入冬天的季节 秋转冬 所以相对的 早晚温差非常的大 尤其我们的行程有上到蓝山国家公园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准备一件保暖的外套 那相对的呢 你里面就不需要穿着太多 我建议大家采洋葱式的穿法 什么叫洋葱式的穿法 就是热的可以脱 冷的可以夹 一般来讲我个人都是这样穿的 我会穿一件薄的长袖 因为在室内是有暖气的 那接下来外面我再造一件保暖的 像青羽绒的背心 再加上一件外套 如果你再更胖的 我会建议你戴着所谓的帽子 因为头冷 头冷身体就冷 那头不冷了 脖子不冷了 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不冷了 那至于鞋子的方面呢 不至于要穿到雪学 但是你可以 有的人爱漂亮啊 或者是我会建议你穿球鞋 你自己做决定 这样好不好 这个是在穿衣服的方面 那另外呢 吃的部分 大家就会很关心了 我可不可以带泡面 听说澳洲海关非常的严格 是 只要您申报都不是问题 什么东西不能带 请听好 第一 新鲜水果 蔬菜 蛋类 蜂蜜类 奶类 都不行 举例说明 新鲜水果 飞机上没有吃完的 可以带下飞机吗 No 再来 肉类 例如说我要带泡面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满汉大餐行不行 No 因为有新鲜的调理包 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来一克有没有问题 来一克没有问题 那再来 你说奶类 像三合一咖啡里面有奶 原则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一般来讲 如果你不是遇到机车的海关 是不会太大的问题 但如果你遇到海关 是比较机车的 通常我们不建议你带 好 如果有小朋友 奶粉算不算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不需要太纠结 另外 蛋类的争议性也很大 什么叫蛋类 凤黄书 蛋黄书 这些请不要带 更不要带什么肉粽啊 有的没有的 端午节刚过我知道 但请不要偷渡 在澳洲只有诚实 才是唯一的一条路 我们澳洲是很讲究诚实的 你绝对不可以试图欺骗 所有的东西 只要可以放到嘴巴 吞到肚子里的 请您仔细申报即可 那泡面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要带 尤其有吃宵夜习惯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 我就要讲到行的部分 在我们澳洲 所谓的游览车时机 游览车巴士 都有所谓的用车时间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的晚餐 大概会坐落在五点半左右 因为大概在七点钟上下 我们就必须返回饭店 所以一般来说 你有吃宵夜习惯的 大概九点多 十点多 你就会肚子饿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很多西式食物很多人吃不管 像我个人本身 我喜欢吃饭吃面的 我就会开始想念 所以我会建议你再泡面去 对 例如来一克的就好咯 千万不要带有条理包的 接下来跟大家补充一下 我们饭店的注意事项 当然我们都不是第一次入住饭店 但是呢 在澳洲以及纽西兰 或者是欧美各地 住宿的饭店 有跟台湾有一些微薄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 电压是220的 所以220的电压 首先您的手机可不可以充电 当然可以 只要是近几年的3C产品 你不用担心 你就赶赶的插下去 最大的不同就是插座 除了电压是220 它的插座是八字型的 所以请亲爱的各位 您务必自行准备 所谓的转换插头 再次提醒 转换插头 只有插座的功能转换 并没有变压的效果 这样清楚吗 变压的效果除非是变压器才有 所以相对的请不要自备 不能变压的吹风机 或者是电棒卷 或者是离子夹 我们饭店本身就有提供您所谓的吹风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一般您入住东南亚的时候 通常都会提供所谓的免费的矿泉水 可是在我们澳洲 水龙头打开水就可以生饮 就像是美国 日本新加坡一样 所以相对的在超市鲜奶都卖的比水还便宜 那我们就不建议您准备所谓的矿泉水了 第二点我们房间里面是没有提供所谓的矿泉水哦 因为澳洲的水龙头打开水就可以直接生饮了 尤其是超市里面 鲜奶甚至卖的比水还要便宜 那接下来呢 最后最要提醒您的是 房间里面是绝对禁烟的 包含厕所里面都一样 洗手间也是房间的一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您在洗澡沐浴的时候 麻烦如果有浴缸 请把浴帘放到浴缸里面 如果没有吃淋浴的那就没有问题了 总之不要让您洗澡水流的满地都是 因为它很容易流到房间打丝地毯 你就必须要付所谓昂贵的清洁费 这点特别特别的提醒大家 那再来我们饭店本身都有提供您所谓免费的WiFi 但如果您是跟我一样 无时无刻都要拿着手机 一天不上网 吃不下半 睡不着觉的 因为一旦离开饭店 WiFi也离开你了 如果你是这一种 重度使用手机的人 我会建议你可以先上网 去租借所谓的WiFi机 或者是购买上网网卡 你到了现场 当地我们是没有时间给您去买网卡的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呢 在您的行李里面 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携带的 你必须一定要随身携带 不能拖运的呢 例如你的行动电源 锂电池 打火机 如果有的话这三样东西 绝对不能拖运 必须要随身携带 那撇开这三样东西 有什么东西你必须一定要拖运的呢 很简单 所有的瓶瓶罐罐的容器 超过100ml的东西 你都要拖运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所有的尖锐物品 剪刀 刀 挫刀 瑞士刀等等这些东西 请拖运 谢谢 然后接下来讲到打火机 我就必须要提醒 有抽烟的朋友 澳洲的规定是非常的严格 每一个人的烟的免税量只有25支 听好哦 是25支 也就是一包再多5支 安捏清楚 以上的注意事项就到这边提醒各位 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关于你要抵达澳洲所使用的货币为什么呢 当然是澳币啦 你带了美金现金台币现金到当地原则上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建议您在台湾的时候 就先在银行换好所谓的澳洲货币 那花多少换多少 不要一下子换太多 因为在澳洲当地信用卡也是非常实用的哦 那至于小超的部分 请不要去跟银行做纠结 世界各国都一样 小超要到现场 你才能去把它找开来 或者是换开来 那小费的话原则上呢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建议大家 你在房间的清洁费 那服务生行李的话通常都是自己拿 因为人工非常的贵 所以你不需要准备所谓的行李小费 至于床头小费呢 一般来讲都是一美金 因为我们小费不习惯给所谓的铜板 那澳洲紫钞最小的是五块 所以呢这个请不要纠结 那如果您本身有美金一块钱的 我会建议你放一块美金 但没有所谓的阴性规定 最后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线上说明会 也祝福各位未来的旅程 开心愉快 谢谢